我们明明看见 耶稣素来爱马大 和他妹子病拉撒路 怎么 主所爱的人病了 他还不立刻前去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 神对付我们的方法 无论怎样严厉 怎样神秘 我们仍可相信 并且断言神的爱是无限的 风郁的 不变的 按照马大和玛利亚姐妹 两人的心里想来 耶稣一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 一定会立刻不顾一切地 敢去医治他们的兄弟 但是 耶稣在所居之地 仍住了两天 他不立刻前去 并不是因为不爱他们 乃是因为爱他们 唯有他的爱 能保持他 不立刻前往他所亲爱的 那个忧伤的家庭里去 只若没有无限的爱 就会立刻跑去安慰那些 所爱的困扰的心 止住他们的忧愁 擦干他们的眼泪 但是这仅仅消解他们的悲哀和叹息而已 然而 不只要解除我们的痛苦和患难 也要我们从痛苦和患难中学习英学的功课 基督徒生活上有许多美德 都是由患难和痛苦学来的 没有失恋就没有信心 没有需要容忍的事情 就没有忍耐 没有艰难 就没有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